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亲爱的朋友们好,今天的影片是来教学大提琴 那我们藉由上一支影片大语来教学联弓slur这项技巧 那所谓的联弓呢指的是在一次的运弓里面可以拉奏两个音以上的技巧 那联弓呢可以使乐句圆滑流畅 那依照拉法的不同也有强调的功能 好,那我来举例好了 我现在讲你今天吃饭了吗? 那如果用分工拉就是 有没有,就是你今天吃饭了吗? 那如果用连弓就是 你今天吃饭了吗? 那如果我也可以用不同的语气 例如像这样 像这个呢就是尾音上扬 听起来就会比较轻快俏皮 如果结合了分工还有连工的技巧 则可以变成 你今天吃饭了吗? 你可以听得出来我强调了你和今天 但是我的语气更强调在你 代表你是我最关切的 有没有被老师撩到啊 教学上呢我希望 学生能够走出教室 然后隔天都还能够记得 所以使用日常生活会出现的元素去讲解 最容易记得哦 我们来看谱 我出的版本呢着重在大提琴演奏 那一般来说学大提琴的人 看谱要看三种谱 第一种低音谱 第二种高音谱 第三种次中音谱 不过有许多刚学大提琴不久的人 不一定会看多种谱号 因此呢我的版本使用的是全低音谱的记录 那也记载我使用的功法还有直法 那这首歌的最后一段 就是它的高音炫技的片段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它考虑到大拇指把位 可能有一些困难 因此就最后一段 我用低八度的方式去记录 那高音谱或是说 钢琴的伴奏谱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老师编过了 我这边就不再重复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句 好第一句是 好那我们一开始呢 先确定音的位置 我们先不拿弓 先用播奏的方式 我使用的直法呢 是从第二条弦 然后会横跨到第一条弦 那这一首歌呢 就是主歌会需要你有 Suzuki第二侧以上的实力 会拉起来比较轻松 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分段多加练习也能够拉奏 那上面有没有看到我贴的小帖子 就是让你们可以便于去认识说 音的位置在哪 第一个将棋在这里 然后换到二子 再上去 好那如果说练起来很困难的话 就是下次老师拍一个视频 然后教学怎么练 超出自己程度的曲目 好确定好音的位置后呢 接下来先拿弓 然后先用分弓去拉顺 好 会建议大概能够拉到十次到三十次 就是音你可以拉到像这个速度都平顺了以后呢 才加上连弓 好 是不是觉得乐剧变得比较流畅呢 好这时候呢你唱一次 是 好有没有发现我会强调第一个 而且呢语气呢也会有起伏 试着边拉边唱 好然后再修正就是和你唱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必要时呢录音还有录影是你最好的老师 好的教学呢好的练习 其实在三次就是会有明显的进步 如果你练习了三十次都不好听 就要检视是不是练习的方向不对 或者是说你练的跟你想象中的有落差 那照着老师的步骤 你方向就会正确 那录下来呢可以帮助你认知现在拉座的 和你想象中的有没有一致 那有一些学生一开始在学联弓的时候 会遇到困难 那我分享一个好了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他其实分弓拉的还不错 但是学到联弓的时候 却怎么样也学不懂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练右手 像这样子 假如说第一个音是C的话 我们先练长弓 再一次 好练顺了以后呢 你会感觉到你的手是会有一个往右边走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呢先加一个音 再一次 好然后这个时候再加左手的两个音 再一次 好那这样下弓练完后上弓如法朝制 就是我们一样往上 等于说练到我们的手已经会自己有点自动行走后 你才加左手 对那合起来就是 嗯这样有没有学会了呢 好影片呢 请分享我的教学经验 每个人的身体肌肉使用方式年纪等等等 都不尽相同 找到适合的老师保持上课还有练习的习惯 才能够不上升的进步哦 好今天的视频到这边 那我们下一支生活影片见 15号呢是生活影片 那会开箱我的心情房 有没有发现 这边录制的地方很不一样 有没有很期待 对因为我的心情房 就是花了我很多小巧思 那我们下一支开箱影片见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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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